请我看这个股值水平,也不是很贵的 我觉得是慢慢可以收集的,但你要预计 在这个时刻,你买进去,无论买什么股都好 不排罪,它依然是有一个向下的压力 所以要预计它现在是买进去,一旦是,就打算是一个比较短的操作 再不然就打算它能过得到这个级续才能买进去 在这个时刻来说,你起码过完这两三个月 等它慢慢稳定美国加完这一日利息 再加上它真的开始缩表 看到市场的承接之后,市场顾得到的底价有承接 在这个时刻之下,有什么可以考虑 值得去留意一下,无论你短期也好 甚至乎你手上有不资金,真是一个限制资金 和那笔资金是可以承受高一些风险的 可以有什么股可以留意一下呢? 就是一些内房股 为什么要大家留意内房股呢? 因为近期来说,有多少利好的政策要推出 再加上你这一两天再有新的政策 就是什么呢? 在内房方面,人行降低手套房的贷款利率 这是一个相对上正面的信号 之前就想用不同的方法去帮他们 即是梳理的资金面 而这个去降低手套房的利率 其实是希望刺激需求面的出现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这个是短期来说,到底能不能够 推出到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反弹 或者是一个够中线一点 这三间公司,碧桂园、龙湖和美的 做个示范单位,就可以发贷 所以到这个时刻来说 短期是一些政策的憧憬 长期就要长期一点 你看到一些业务改善的话 要等一等 这个水平慢慢慢慢去一个收集的阶段 我觉得是碧桂园和龙湖可以去考虑